梳里头老师也有提到 仪式感很重要 因为路边摊买的东西回来 你都要好好摆 注重那个仪式感 其实台湾路边摊很厉害 很好吃的 有一个仪式感是告诉你自己说 我现在要吃饭 你可以借这个小小的仪式感 我自己可以在这个小小的世界当中 起码你可以安静睡个饭 大家好我是赵真铭 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大作家 曾宇文老师 欢迎曾宇文老师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谈曾宇老师这本新书 57加1的转石人生 打磨出自己最好的样子 曾宇老师自己是主宝设计师 也是大作家 然后自己也做带团 去看美好的东西 自己当过主宝店的店长 但也是妈妈 有很多的鞋杠在一起 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概就是 鑽石人生啦 那个老一辈跟我一样的人 会知道以前三台的节目 叫做鑽石舞台 那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红的一个节目 这样子 但我们谈鑽石人生 今天我觉得有三个重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个当然书很漂亮 书里头其实也有三个部分 谈曾宇文老师这一路走过来 怎么去打磨出自己最好的样子 然后其实有一部分我们谈到的 珠宝的设计 谈到了你的作品 谈到了美学的培养等等 我很好奇老师说 怎么样才叫美丽的人生 或是珠宝 我们可能现在要先解释一下名字 为什么叫57加1 对就是这个圆形 明亮式的珠宝 通常它比较完美的这个比喻就是有57的切面 那有些鑽石它为了保留 它最下面还在尖底还在切面 现在有时候会是58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是57年或者58年 你都要保有你自己最真实的意味 然后找出你自己打磨出你最喜欢的样子 所以这个书是这样子的概念 这是一个科学 就是鑽石的切面变成57的时候 折射上去就是最亮的东西 它有一个完美的比例 一个完美的比例 然后是最好的比例 刚好是57面这样子 其实这个书名当时是有很深的含义的 第一 鑽石它必须经过几亿年千万年之后 然后有个因人 然后到了我们的面前 那你拿到这个鑽石的原石之后 你要把它你愿意舍得 你才有办法求 那是根据光学去计算出来 因为本来鑽石都是锡嘛 都是碳 在元素表里面都是碳 然后你要舍得掉一些才会取得 就是你经过高温高压之后 你的碳才会变成鑽石 第一个要高温高压 对你要熬得过高温高压 然后时间的历练 时间的历练 那第二呢 它就算来到你的面前了 一样是57或58年 可是你舍不得 你求不到那个完美的比例的时候 你就没有完美的车工 那所谓的完美的车工就是说 你每一道光进到钻石里面 它都可以折射回来 所以你看那钻石是闪闪发亮的 所以第二件事情你要学会舍得 舍得 因为要求取完美比例嘛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说你到最后 你要把它再polish 它打 它才会发亮发光 所以我们人生的记忆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不管你经过什么样的密集 比如从前面 你要乃得做高温高压 然后你要舍得一些东西 第三呢 你要再经过大火 最后你才会变成一个闪闪发亮的钻石 所以我是用这本书跟大家分享中 我进了这行业自三十年来 当然也是经过很多的事情 最后变成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不管它是不是最漂亮的 就是你自己觉得是最好的最舒服的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凭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失败的经验 有啊 其实不管是做作品会失败 做事情也会失败 然后做人也会失败 但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那个东西呢 到时候就变成我们的经验值 是 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 这样做不够OK的 下次就是以前我们讲过二过啦 就尽量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样子就好了 那我觉得那么多年向来 也慢慢学任很多事情就是 就是有许不要那么的急 慢慢的都给自己 或者只能完成多一点时间 那它就会 就是可能会做得更完美吧 然后空间大一点吧 你的压力就会更大 因为太完美主义 就自己很痛苦 然后在你身边的人其实也蛮痛苦的 所以我慢慢的也接受说 其实每一颗石头命不一样 有些就会高温催炼会痴 或者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高温催炼 以后可能打磨不出来 或是很可能切割不出来 可能真的要那么苦嘛 要苦过来再会有钻石亮 闪亮的一面嘛 因为看你的书里头就可以看到 尊玉老师其实也不是一个天生好路 一路顺水那样子 是真的是57个切面这样子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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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就是说我们以前常说 只要你活得够长够久 其实你到最后一定会 活出你自己的样子 是 你说我曾经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比较的 就是没有绝对的 都是相对的 就相对于它我可能比较苦 可是我相对于它我又很好 是比较出来 我觉得是比较的 就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那你说我小时候去学画 然后我的父母亲很重视教育方面的 你本来希望考上美术班 结果没上美术班 那你说好不好 可是你跟梁当风学到花的技巧 后来用到珠宝水底上面来了 所以你就不知道说 你现在埋下了这个种子 它什么时候会开花 也许是多年之后 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熬不过中间的那个历程 那个过程 所以我常常会对一些朋友们说 有些事情不要急 你先问问自己说 我有没有尽我的权利去做 我如果就是尽人事 一定会很认真的去做 有些时候的话 开慢一点没关系 有些花日子开的比较慢 你的人生的灿难比较晚来 可是有些人现在就很快 但你没有步骤比较急 你也比上不足比较有点 对啊我们小时候不足 小时聊聊大胃比较嘛 也不一定啊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 一定会有几次 非常灿烂的事 淬炼 一定会有高峰 低场高峰低场 一定的 就是说你自己 要比较清楚 你自己现在在什么状态 我觉得 如果我们现在站得很高 的话 胜不骄败不内 我觉得也不要太骄傲 那如果你现在很低场面 也知道 那你就再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克服 往上去 因为坦白讲 我们都看到 鑽石闪亮的那一面 其实不知道做法设计师 那个过程是要多么的小心 多么的费神 多么的花功夫 去把它切割出来 把它打破出来 但更不知道 其实它是几年 在地底下的那种催念 所以我们看到的 闪亮那一面 其实那过程是一个 也许千辛万苦 也许借照低色 然后认为 整个才会成定量 我觉得其实 台湾的教育也好 台湾在美的方面的 建赏或是观察能力 是好像很有待改进 对啊 因为小时候 我们通常被教导说 你不可以奢侈 浪费 不可以好意勿劳 所以我们好像 对于美的东西 天生 心里面就有意义 会足起一个 吃饭是吃饱 或者是吃好看 或者是好吃 小时候是那个样子 就是说 一不小心 你就会被人家说 你好奢侈 你好浪费这样子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们面对美好的东西 跟事物 你不要好好的去享用它 享受它 或欣赏它 那其实才是最大的浪费 我们以前的那种 教育当中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我们好像不值得 过很美好的人生 其实我们值得 每一个人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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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美好的生活 那珠宝 它宝石 它也是美好生活 一部分 那如果你的能力可及 那你买一点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有纪念心的东西 送给你心爱的人 或者是说 生意吗 或纪念的种种 那只要不超过你的能力范围 应该每一个人都买得起 就是看体位数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 要有珠宝 甚至要有钻石 我要帮你升奖 不要 梳里头老师也有提到 疑似感很重要 因为路边摊买的东西 回来 你都要好好摆 注重那个疑似感 其实台湾的味道很厉害 很好吃的 可是呢 就是塑胶套买回来 那你就直接把塑胶套 就一放 就弄在那个保绿的晚上 甚至有一个纸碗 这样就吃了 对 就觉得好可惜 其实呢 有一个仪式感是告诉你自己说 我现在要吃饭 这段时间 好好地把这个饭吃完 然后呢 最好就是 起码要换一个碗 那你可以看今天是吃什么东西 你就把你的碗拿出来 不然你这碗摆在那里干嘛呢 然后好好地 把这个碗 这个双双目指一下 那种仪式感其实就是 结界 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的纷扰 你今天多么的忙乱 你刚刚被客人 或者是你被老板骂什么 你是一堵热火 但是你可以借这个小小的仪式感 自己在这个小小的世界当中 起码你可以安静的是一顿饭 我觉得那其实也是一个 转换 也很好 所以美无所不在 其实生活的快乐 其实随时可以创造 你人生的钻石打磨好了吗 你应该重新所欲了吧 就是 所以其实你怎么看 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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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止57加1 打磨 继续 2021年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呢 我就是要再把我这30年来 所有我这个品牌要重新重整 是 我的2021的下半年又要重新再出发了 哇 对 我觉得挺好的 不断的打磨 不断的不断的 继续的加一 感谢郑英文老师 其实这本书很精彩 呃 从人生谈到设计 从旅游生活 谈到很多的意思 很多美感的培养 那个 谢谢郑英文老师 我们希望这本书带给大家很好的力量 也在人生的路上 不管你过得开心不开心 有它陪伴 其实我们都可以过得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